大家好,今天为大家分享一款 椒盐大侠非常好吃又简单的做法 按照这种方法做出来的大侠 酥酥脆脆,色香味俱全 连皮都能一起吃 好吃到天收纸,营养又补盖 做法简单,一圈三连,求个关注 今天花了17块钱买了一斤新鲜的大侠 倒在大碗中 我们自己在家做这种椒盐大侠 首先第一步,先把大侠处理干净 把大侠的头去掉 这样我们在吃的时候也比较干净又方便 虾线轻轻地取出来 把每一个大侠都像这样处理 全部处理好,往里面倒入长酱水 下手多淘洗几遍,把它淘洗干净 捞出来,用流水再冲洗一两遍 然后把洗干净的大侠放到我家苏川的大碗中 下面往它的伤口上面撒入300粒食用盐 少许的鸡精 少放点胡椒粉去香增兴 葱姜,下手抓出葱姜水 这里就不需要放入料酒 放入料酒有一股怪怪的味道 下手抓拌均匀 先给它入个底味 抓匀之后放一旁腌制,10至15分钟左右 然后向小碗中打入一个鸡蛋 倒入一袋炸鸡锅粉 把鸡蛋搅匀之后 往里面倒入适量的清水 再搅拌均匀 这个水的量也不要倒入太多 最后把它调成这种细腻的稠面糊 像老蒜奶一样稠就可以 再往里面添加一丢丢食用盐 适量的南的调味品 再次把它搅匀 给面糊入个底味 这个时候大虾也腌好了 把里面的葱姜剪出来 然后倒在调好的面糊里面 用筷子把它拌匀 把每一个大虾上面都裹上一层面糊 像这样就可以 接下来锅中做到一些食用油 油温烧至六成日 用筷子放进来底部起小泡泡 像这个油温就可以 把大虾一个一个的放到油锅里面 要是多的话可以分入两锅来炸 放到差不多的时候 开为中火 用筷子轻轻的翻动 使它受热均匀 最后一直把它炸至 用筷子焯起来 哗啦啦的声音 大虾的颜色色泽金黄 像这样就可以用漏勺 把它捞出控油 听下这个声音 表面酥酥脆脆的太棒了 像这样炸好的大虾 就可以直接捏着吃 也是特别的焦香 接下来锅中留少许的底油烧热 倒入切好的小料 有红辣椒 洋葱 姜末 炒出它们的香味 炒香之后放入一勺熟芝麻 把炸好的大虾倒进来 开小火充分地炒拌均匀 最后在上面少撒入一些椒盐 或者是自然粉 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制 撒入一把迷你的小葱花 炒拌均匀 美味继承 看着就特别的诱人 出锅 盛入黑色的盘中 像这样一道非常好吃又好看的 椒盐大虾就制作完成 端上桌 特别的高大上 这时候我掺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先来替大家尝一下 哇 表面又酥又香 连虾壳都能一起吃 里面的虾肉也特别的口痰入味 一点也不腥 比饭店里的都要好吃美味 让你吃一个根本就停不下来 一口一个真的是太过瘾了 营养又不该 你要是学会大侠这样做 人人夸你是大厨 好了 今天为大家分享的美食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做法 请动动你发财的小手 帮我点赞收藏转发出去 让更多的家人都能学会这个做法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